台湾面对的潜在危机很多 那今天如果突然发生了灾难 需要安全避难的时候 我们该撤离到哪里去呢? 根据政府公布的防灾宣导资讯 一般民众主要避难地点分成 防空避难处所 灾民收容救济站 还有避难收容处所 如果听到空袭警报 应该立刻前往防空避难处所 听到空袭警报的时候 除了大楼地下室 地下停车场 可以作为暂时躲避的防空洞之外 地下化的捷运站 火车站也有防空避难的功能 今天带大家去开箱紧急避难地点吧 今天来到这边是因为 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地下化的车站 在防空警报的时候 可以当作避难的设施呢? 这个古庭站在设计的时候 就有考虑到民防的概念 在我们这个车站的天花板 跟路面的道路之间 它有一个60公分的防暴板 所以它可以抵御这个炸弹的风径 不是每个车站都有这个设计 不是每个车站 那总共有14个车站有这样的设计 站长这边呢 它就是当站的一个指挥官 整合我们车站所有的人力 包括我们站务员 保全人员 清洁人员 所有的人力集合起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会负责 旅客跟民众的避难的引导 像我们这个大厅层 还有月台层 还有B3的月台层 都是可以作为民众跟旅客的避难的场所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发电机 还有除油槽 B2跟B3层 我们都还有设计民生用水 在端牆的进去的第一间 在民房车站特别有预留一个空间 可以作为暂时必要的时候的一个干粮的一个储存区 或者暂时必要的用品的一个储存区 冰森站的同仁 那定期都会有消防演练 多重灾难演练 那当然也是有配合市政府的外安演习 但是当防控警报解除之后 或是灾害发生之后 你原本住的房子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损害 你没有办法继续居住 你就需要撤离到具有基本卫生设备的 避难收容处所 像是各县市公立学校 运动场馆或防灾公园 具有基本的卫生跟居住设备 同时也会提供受灾民众饮水、饮食 或是维生需要的物资 像是台北市的228和平纪念公园 也是防灾公园之一 防灾公园会有像这样的防灾避难配置图 你可以看到上面规划出很多区域 像是有安置登记、指挥中心、帐篷居住区 以及供水、物资储备等等 旁边这个是公园里面的长椅 但是在紧急的状况下 这个长椅的椅板掀开 可以变成灶台 有很多状况可能会让你需要紧急撤离 寻找安全的避难地点 所以除了了解生活周遭 有哪些地方可以暂时避难之外 你也可以背着紧急避难包 练习、熟悉撤离路线 守护彼此的安全 一起自助互助 继续关注卧草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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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